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振宇对陶汉文 这两位骑手都是退役的职业骑手 应该说现在目前实力非常强 尤其退完役后他们实力我觉得还出一种上升趋势 尤其陶汉文我觉得进步了很快 陶汉文是业余期断 而周振宇其实尽管现在还没有达到业余期断 周振宇就已经是业余期断了 他很早之前就已经拿过了晚报杯的冠军 应该说这两名骑手也是代表了目前全国业余最高水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盘骑的实战 这盘骑对周振宇来说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战 他如果能获得这盘骑的胜利的话 他就能夺得这一盘东方大港杯的全国业余为锦标赛的冠军 就是在第十一轮也是最后一盘的比赛中 这盘是陶汉文的黑起周振宇的白起 这两名骑手的经历都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先看骑 大飞手脚 首先这部骑应该说并不多见 从以前的实战来看 黑起都是往这手 按照我们传统理念是这样的一个配置更为常见一些 而现在AI出现以后 这个是AI非常推荐的一个下方 我先看到很多骑手 目前很多骑手是这么下的 白起挂着 黑起在肩 有一个高低的一个配合 当然周振宇的骑 周振宇现在骑对AI研究也是非常深刻 这两枚骑手对AI都是非常硬 它是先靠了一下 先试硬手 看那个白起走 黑起走哪 我们上一期节目 之前的节目中也曾经有过介绍 首先黑起走 这个是不能考虑的 这明显是一个被利的一个交换 作为一个骑手来讲 首先第一反应是先亏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首先反应肯定还是要先反击 或者不亏 如果黑起搬这个 白起接下来下法是搬这个 我们之前对这个变化已经摆过 白起断 断是这个变化的一个核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黑起如果拐 走这个 打吃 那白起又悠然的拆一个 这白起起到了先手限制 并且走到两手起这样 如果单走的话 黑起有可能直接会逼 而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起肯定会加 而白起通过这一串的交换以后 起到了提速 把布局的速度给提起的一个作用 白起如果断 黑起吃这个肯定不行 吃这个被白起先手挡一下 这个受不了 要不管 要不就吃这个 吃这个白起可以立一下也可以 也可以先贴 白起扳 我想如果没有AI的话 这一串下法我觉得是很难可以考虑的 如果走这个 白起可以断 这接下来 黑起就有点难受 黑起如果走这个 白起立一个 这里面的形状 很不好 被白起一靠很难受 如果吃的话 这黑起就崩了 白起打吃一般 这个太痛苦了 黑起提 白起吃 这脚已经死了 这个断然不能接受 然后首先我们看这个断 第一感 我们先看看这个打下去行不行 在这个局面下是显然的不行 白起一扑 这肯定完了 甚至这打吃 这都完了 如果黑起长的话 白起这一靠时 首先非常有意思 甚至白起还可以 走了再靠 这就不给你任何回头的余地了 这黑起其实已经是崩了 黑起如果走这个 白起扑 打吃 贴死 这白起三起 而黑起只有两起 所以走这个以后 黑起已经是难以继续 如果走这 这骑径被抽了也不行 走这我们刚才讲过 被一扳 所以这个时候被一断的话 黑起只能往下面补齐 这补也补得很难受 如果只能补在这的话 被白起一尝 这明显 黑起所有子 几乎子力都集中到脚步 那效率自然不会高 这也是黑起不能搬是一个前提 黑起只能退 退完关系 白起还要压 首先按照我们传统的一个理论 说压五路应该是亏的 但现在的起完全不这样下 电脑认为白起走完这样的话 其实拆一个 白起中间将来再飞一个 白起起很广 而黑起的子 毕竟都陷在这里 压五路并非不能接受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扳能不能行 扳白起断 黑起吃 白起走 接下来白起有这部靠的好手 这部起很厉害 黑起如果打吃的话 依然有这样一个情况 首先白起可以吃 走 其实白起往这扳一个黑起 就已经不行了 黑起尽管提了两个 但脚上被吃的损失更大 这个不行 所以被靠一下 黑起很难受 黑起走这个 白起可以贴 黑起如果这马上补齐 补齐的话 白起再把这里做活着走 没有问题 所以说白起还可以做些 更高方面的一些追求 比如说白起可以 先扳一下肯定可以 靠黑起沾 白起可以考虑先弃一下 再走 多了这点先手以后再扳 这里因为有先手关系 白起做活并不困难 黑起扳应该也是最好的一个下法 其实白起立也可以 斑也可以 立这个也可以 选择很多 所以这一代如果吃不住的话 黑起木树只有仅限于脚上这一点 这显然很难满意 另外白起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下法 是可以先弃子 这黑起只能走这个 白起走 然后白起再扳了连扳 这活的就比较大了 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如果活成这样的话 黑起全局这里只有12木齐 而白起这层破皮 至少是正的吧 不会是负的 那白起这还有两颗星 比黑起的一个空脚价值要大 像这样的话 这里白起还带着木火 那黑起不太能接受 所以扳这个被白起断依然很严厉 装住黑起只能退 如果所以黑起选择拐打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白起可以压到三下 所有白起可以选择继续扩张 也可以选择猜 甚至可以挂脚都可以 这也是一个比较靠内扳以后 比较核心的一个变化 那就是白起这个断 断是必须的一手 也是这里的一个关键 其实我们可以对这个变化了解一下 而扳这个也是非常常见 我们之前讲过 如果走这个 黑起只是简单的 吃着就让白起活个脚 记住白起这骑不是要活的 而是要拖着活 拖着活如果黑起选择要吃脚的话 白起就断 这个爬二路爬的有点漫长 这个之前大家都知道 AI特别喜欢 有的时候就爬爬二路 但这个二路爬的有点惨 就算黑起跳过 白起加了这一段 继续要嚼你 黑起还不能长 长了被白起一长 已经死了 只能打白起一长 这个白起太容易通过一个弃子取得便宜 白起甚至还可以先搬来虎考验你 你如果要杀的话在这一段 这太难了 白起将来还能铺了找你这里 这种各种手段 既吃了也不太好 木树也非常有限 所以如果在没有子力接应的情况下 黑起只能走这个 那白起再一立 这个我们讲的就是 有一手其价值 而不要去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尽管是先手活 但将来黑起打拔先手 这里的木树跟后薄差的太多 白起立完以后 黑起几乎还是要补齐 否则被白起一段 这个很严厉 所以黑起如果再补的话 那肯定比这个图 刚才那个被黑起打拔的图 相对白起来说要好很多 所以这样的图 如果刚开始被黑起 白起这样轻松活一个角 那显然黑起并不满意 所以黑起要有变化 打吃 长 吃 这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变化 吃这个 情况看是手术有点多 但有一定的必然性 白起拐打 一起提 白起扳了一连扳 吃 黑起如果引针的话 白起就把这个提了 提了 当然黑起如果这时不引针 先往这守个角 白起还有这样一个考验黑起的手段 然后再一点 这个点让黑起十分的难受 因为如果黑起要 要后卫的话 黑起只能这样忍耐 这里木树差的太多 这里黑起是一二三四五六十木齐 而实际上如果走这个 白起走 黑起加 白起可以立 黑起走 这样的话 插了五木齐 白插五木齐是有点受不了 但也有区别 以后黑起再引针的时候 白起就不会老实在这 不然会补到这 因为有了这个子 多了一个子 光开始跑的时候 白起不能加 但有了这个子以后 加了白起可以加这个 这个补齐的方法就不一样 所以如果一旦黑起 战士还没有引针的话 白起可以考虑马上点 立了点 考验黑起 让黑起做一个决断 到底你是要木树还是要后 作为白起来说 反正他不亏 应该说这些下法 白起是一个靠的下法 得到了很多职业骑手的一个认可 所以这个靠 是间接成为了 对付大飞手脚一个 最常用的一个下法 同时白起还有靠这个的一个下法 靠这个炉弱黑起 长我们就讲过 这就类似于的一个还原 因为这盘起的一个大飞手脚 是最近AI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变化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以后 我渐渐AI很喜欢走这个 但考虑到这个高低配合 这个挂架以后 这个配合显然不如这个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靠也是很不错的一手机 如果走这个白起班 这样的话就得又还原成这样 黑起跳 我们上一次在陈文联的一盘比赛中 就上一次节目 讲陈文联的那盘其中也讲了 实战也是这么下的 对于单关手脚 这个靠性是最常见的 而对于走车 黑起如果退 那就成为无忧角的一个还原 将来白起靠了一扳 很舒服 但如果是在这样的话 走这个就等于白起肩冲 黑起爬肯定不好 那只有扳 扳的话就等于是单关跳 白起靠了还原这个 这我们讲黑起走成这样 白起也不亏 白起一飞 或者贴也可以 贴一下再拆一个也可以 另外一个这个就还原成 当时上次讲的那盘其的实战 白起长 走 白起拐或者长适应手都可以 黑起如果长一个的话 这个白起手段也很精彩 白起可以靠 黑起如果忍耐的话 白起这一反扳也很厉害 黑起吃肯定不行 吃完冲出来被这个子啃掉 这个损失太大 走这个被白起打一下 这个也不能接受 那黑起如果利呢 利有的时候白起还可以先试一下硬手 放着不下也可以 试一下硬手也很令黑起难受 试一手黑起几乎如果吃这个一沾 走 这样的话白起可以满意 这样的话可以满意 就等于是这样的一个骑形 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有一盘其是这样的 然后白起断一个肯定是亏的 但黑起铺这个跟白起这个交换肯定也是不便宜 所以在这个情况一般来说长这个比较少 长这个黑起必须要搬着反击 反击白起虎下以后这个变化 白起也不怕再一立 这也是打散了一个局面 一般来说现在为什么先靠这个下法比较 比较少是主要怕黑起搬这个 白起反搬 黑起吃 白起走这个 黑起吃 电脑认为白起这个打是过分的 但打吃这个明显白起已经亏了 这下没打到还差很多 但打吃的话黑起肯定先不下 然后就在外面走齐 找机会黑起要跟你开解 而如果沾上的话 这个是白起好 但如果没打到的话是黑起好 关键问题电脑认为 或者我们通过人类的一个实战 经过下来一个经验认为 这个打黑起肯定是不会硬的 黑起肯定是会先制造劫裁 甚至是引针 如果走这个黑起再走一个 白起如果再画一手 黑起这个 那肯定是黑起不错 所以郑文有了这样一个结论以后 白起这部靠的下法渐渐少 但这部这个下法 依然是非常流行 实战黑起 陶汉文可能是想 也是出乎对手意料之外吧 选择一个非常少见的下法 成这个 但这两个交换 其实白起并不亏 白起再挂脚 小尖 插 黑起挂脚 白起 小飞手脚 黑起 拖 白起 吃 白起 立 小尖 黑起 跳一 可见双方下到目前为止 这两名起手对AI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在此正好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职业起手退断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职业起手退役以后退断 现在中国企业会是规定职业四段以下起手退断都可以下业余比赛 这其实一个退断应该有他积极的一面 这些职业起手退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一个对局的一个机会 像周振宇退完断以后 我看他几乎是所有比赛都参加 应该参加了一个有八到十个比赛了吧 应该成绩还都是非常出色 而陶汉文就是更明显的一个例子 退完断以后 我觉得他的实力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他的一个精力本身陶汉文就很传奇 他很小的一个年龄就定上断 随后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 随后就是考上了北大 应该也是非常依靠自己的文化成绩 再加上适度的一个加分上了北大 然后四年一个学习 参加很多大学生比赛以后 又从事一个教学工作 教学几年以后 他退断开下业余比赛以后 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而周振宇也是这样 周振宇起步非常高 他在他的少年时代 就曾经夺得了一个晚报杯的冠军 随后也下过围甲 随后成为职业骑手以后 成绩好的时候下过围甲 随后又最主要的一个是一个 平时是一个交旗为工作 他自从AI出现以后 他觉得围棋又特别有意思 然后退断 看下业余比赛以后 成绩也逐步上升 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刚看下业余比赛 可能用时也不太适应 因为职业比赛是有独秒 业余比赛当时独秒还比较少 包肝比较多一点 但随着他渐渐的示意 他比赛成绩应该说逐步的稳定 而且他骑非常非常快 感觉非常好 这两名骑手包括职业 其他近些年 其实有不少职业骑手 退断进入业余期间 这些骑手都非常的认真 非常刻苦 平时对围棋的一个研究 都非常透彻 跟他们摆骑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们对一些 尤其现在AI时代 对AI的一些变化 确实非常非常熟悉 像都是一看着 平时很下功夫的一种骑 其实说到职业骑手退断 应该也是一种 有争议 也是一把双刃剑 首先他们很大程度 对于他们个人来讲 得到了很大的一种 骑的一种锻炼 有更多的比赛可以下 同时对于整体业余期间来说 也让厚度大大增加 让比赛也是更加精彩 丰富多彩 这些都是积极的因素 但同样一个层面说 作为一个职业骑手 曾经职业是一个荣耀 然后通过退断这个方式 来参加获得更多下棋 无疑也是一种很可惜的事情 因为毕竟是一种荣誉 然后把这个荣誉给退了 来下这个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现在可以一些很多 现在业余大赛这么多 有很多业余大赛 其实可以向职业骑手开放 然后让大家获得更多 让更多的职业骑手有更多的骑下 同时业余骑手也有更多的职业骑手 可以切磋 大家都可以互相促进提高 这可能也是未来一种趋势吧 职业业余的一个门槛会渐渐模糊 而让更多的骑手 爱下骑的人 不管职业还是业余都有比赛下 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的办法吧 好的 我们还到棋盘中来 实际上这个跳也是一手骑 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着重讲一下AI的变化 因为这两位前职业骑手 现在的业余高手 对AI确实研究很透彻 像这部贴和这部拆一的一个区别 如果说黑器这里有个子的话 这骑更愿意贴起 因为想要发展性 更何况这部贴对白器这里的攻击性会大大增加 随后像AI比较推荐这部尖冲 他觉得尖冲白器走一下 黑器就已经便宜了 白器爬黑器也可以不走 另外这首骑也是我跟AI学到的一首骑 比如说这里有子的情况下 当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手机不知所云 随后我在比赛的时候跟人家下了一盘 我就知道这部其实很不好对付 白器如果非忍耐 黑器靠一下 很舒服 白器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黑器唬一下受不了 就算黑器退 白器也马上还得走 白器只能退 走完这两个以后将来黑器还能靠住收 靠再可以加下来收 很舒服 如果顶的话黑器就挡住 将来这里还要被搜刮 走了一走 白器还没活干净 这个下发很舒服 所以白器不太愿意飞这个 那如果跳呢 跳黑器尖顶一下 白器立 黑器这一飞也很厉害 一边搜刮白器一边把这里都走起 都走在外边 而白器都走在里边 那有的骑士说认为 这骑那如果我脱线呢 那脱线的话 黑器这个尖顶又特别 走完以后再一扳 这让白器特别难受了两步棋 不走的话 黑器断的要吃两个字 白器如果沾 黑器再一飞风 将来还瞄着继续搜刮 就通过了一手棋 两手棋以后 黑器把白器全部都卷在里边 黑器形成了巨大的潜力 而白器还要为做活动脑筋 所以有的时候 白器这棋只有脱了一段 如果针子有力的情况下脱了一段 针子不力的情况可能只能靠这个扳 来进行一个战斗 黑器断 白器打吃 黑器吃 白器沾 黑器吃 这个战斗还是非常复杂的 直接 走成这样 黑器不太敢挡 挡了被打吃一段 有点苦 所以这个白器扳也是很好的一个应对 黑器如果扳的话 白器走 随后黑器靠一个也是一个下法吧 但这手棋确实比 要胜过这手 这手被白器一跳就没有下一手 而这手有坚顶了一飞的一个好手 所以这部一肩高架 是我向起我们推荐的一部 我觉得我下完以后 我感觉这手棋相当的不错 也是AI的一个发明吧 当时这个坚冲也可以 所以这部贴以后 我们要知道这个贴的支其然 也要支其其所以然 对吧 走完这个以后 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后续手段的一个变化 当然也有的骑手 白器就把这下给压掉了 压了再立也是有 当然黑器这个拐也是非常大 这里的变化就比较的丰富多彩 白器这一代如果有子的情况下 白器还可以再压 黑器如果搬 白器搬这个 黑器有子也可以 如果是黑器打吃 首先大家记住不要吃吃这个 吃这个的话 白器就算吃了 走 打吃 即使白器这立一下气了 白器都不会亏 更何况白器有可能会爬 有可能会爬之类 如果这是白器的子的话 有可能会爬 所以这部吃在这 不太好 要黑器要吃这个 吃这个 如果白器走这个 被黑器压两下 再吃这个的话 白器不能满意 所以白器要拐 拐 黑器就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新变化 搬了长 白器爬 走这个 吃 这也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边上的定势 或者吃这个 类似于边上的一个定势 其实这里的一个局部 非常微妙 从道理上讲 白器其实最简单是要走这个 这样是一个最简单的定型 但顶的话 黑器也是特别难受 白器单顶 首先黑器走这个的话 白器将来有可能一路跳的 一个先手的可能性 而黑器打吃的话 白器都便宜了 就拐的一枚结材 差的特别少 但很微妙 这个时候我们当时也在讨论 到底是怎么样是一个最好定型 其实很难说 黑器顶 白器单顶 让黑器选 走这个白器有一路跳 走这个白器都没结材 可能比不管要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有 白器压了一个连压的一个下法 也是非常具有一个实效性 实际上白器走这个 因为是白器的紫 它不太喜欢 其实我觉得这些黑器还是可以考虑贴一下 即使走这个选这个定式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走这个 黑器可以先断一下 就我们之前一次节目也讲过这个变化 走这个 其实像是这样局部说 白器可能稍微好一点 但不影响胜负 更关键的是黑器这个方向 黑器这个长 限制了白器这里的发展 这是可以自豪的一件事 可能它怕是白器在这里直接冻出来 可能它是比较担心这样的一个下法 直接断黑器可能不怕 黑器打吃 这个黑器不太怕 但可能比较担心这个加 加罗走这个 白器如果再以一孤行 一定要加过这个黑器不怕 黑器就算沾上这个白器收获也特别小 白器要断 断完了这个弃子 长 可能是比较担心这个弃子 黑器吃的并不大 这个如果吃了被白器吃掉的话 白器还是可以满意的 可能陶汉文是觉得这里 他不太喜欢这样的格局 陶汉文起还是比较平稳的 后半盘很清楚 下得很强 周正宇也是这样 前半盘它速度非常快 后半盘特别强 所以两位骑手都是有相似之处 都是后半盘性骑手 当然现在优秀 比较优秀的 不管职业骑手 还业余骑手 都是属于后半盘特别强的一个风格 它拆一 拆一以后 优势是对自己的一个稳固 基本上安定了 但劣势是对白器这里的压力不足 像这样 现在再公布来 白器肯定是不予理睬 没有这个子的话 肯定是不予理睬 实际上下完这里的话 全局无疑有几个比较大的地方 第一个是手脚 手脚肯定是价值比较大的 另外就是上边 其实白器靠完一个以后 将来如果给黑器跳一个 黑器此效也是相当高 这两下就明显亏了 实际上白器走这个 先走 其实白器单走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单走这个黑器如果拐 白器可以拐 考虑活一个角是 但多多少少少有些委屈吧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也不会亏 就活一个角 活着尽管不大 但也还可以 黑器挡白器就跟着硬一个 另外一个黑器如果挡的话 要小心白器扳了虎的这个下法 这个如果给白器弄出一个结来 这个黑器又被打回去 如果走这个白器就压一下 黑器跟着硬 白器就把这个打回去有点惨 这个白器蟹肉便宜挺多的 白器再在外面拆一个 另外黑器如果拐 白器走这个 这也是会形成一个乱站 走着黑器再贴 白器再立 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复杂 双方都没有把握 实际上周振宇在这里有一个 比较巧妙的构思 他先往这拆一个 这个意思就是 看你走脑 先投石问路 看黑器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黑器如果比如搬一个 那白器拆一个 这白器是可以满意的 这一个黑器 这个监处的骑形 其实特比较怕白器这样走两个的 因为这个子的子效就会显得比较低 如果不走的话 白器再一飞 整块只要被攻击 走的话 其实黑器 从道理上来讲 这个作为黑器要贴木的一方 这其实是比较难下的 白器已经把局面完全打开了 而黑器只是这一个角 这一块这一块木树并不多 这很容易贴木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实战黑器走这个其实也有些重计之嫌 白器再往这走的话 这个感觉力量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由于这个子的接应 这多一个子的接应 对这里战斗总是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 我白器的时候 我觉得黑器是不是可以考虑 这里走一个中拥引 又兼顾脚上 又对这个子战身压力 如果白器再走的话 黑器就震 白器跳 黑器飞了长 这其实是黑器可以考虑的 所以实战黑器走完这个以后 白器就开始出手了 力 黑器管 白器这时就不肯再这样活脚 这样活一个脚的话 这两个子交换明显亏了 黑器如果白器活完脚 再打入的话 白器不可能选择离后是这么近的位置 至少会远一路到两路 比如说走这 我觉得是正常 黑器如果逼住的话 白器尖一个 这样比较充容一点 这个无疑离黑器的后时太近了 白器让滚 黑器压 被白器搬 这个局部 实战黑器的选择 让我有些惊讶 这部我觉得是 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这个实战被白器一打吃 白器 黑器就走这 我们先看实战的一个结果 沾 黑器火 白器打吃 白器这块是完全在黑器的阵营中安定了下来 我们手搁一下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本身是黑器的一个正式 黑器是上边是黑器一个非常理想的正式 因为白器很难有拆二 白器走这 黑器走这 白器走这 黑器就逼住 白器先往这走了一个 黑走一个 随后白器就能一人一手 把这个器轻松的在这安定了一块 而且并没有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 况且甚至还是带着木树 对吧 这个是 作为黑器 尤其是有大贴木 七木半一方的黑器来说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的 终究其这个来说 我觉得黑器这部搬之前的下方已经有点缓了 像逼住这个已经有些缓了 但关键的关键是这部不能搬 这黑器无论如何要立 立白器就算再顶住 黑器就算拐了 再爬一下再搬这个 这也要比实战好不少 这至少白器这块是没有安定下来 白器如果走这个 给黑器单搬过的话 甚至黑器可以挖 这跟实战相比也是差太多 也就搬比较好 跟实战比的话差太多了 这不打是 不知道黑器有没有误算还是漏算 这打完以后白器一冲 尽管骑形上很难看 但时效性很强 走成这样的话 布局无疑是白器得分了 实战这个下成这样的话 黑器肯定唯一的剩下就是这一个角 点三三肯定是第一杆 但点三三的话肯定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黑器由于这个是一个铁头 白器肯定会选择搬了连搬 黑器吃 白就沾上 黑就把这个 这样的话 感觉黑器这里的效率并不高 黑器走白就跟着搬就好 所以实际上做了一个改变就拖这个 这也是我们之前的几次节目 介绍过AI的一种常用的下方 白器走这个 白器立 白器如果沾的话 多说是有些不可 黑器拆个二 应该说黑器成功的把一个 鞋的方向给扭转了过来 白器走这个 黑器飞 其实白器这时也面临多种选择 第一个比如说虎或者病 都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现在可能是黑器会撑一个 这个可能是白器所不太愿意的 将来黑器还有点啊飞啊 甚至点这个的一系列的下方 另外白器也可以考虑 现在这点一个也是可以考虑 黑器如果加的话有些过分 白器可以冲 冲 再断 这个战斗黑器有些苦 黑器如果顶的话 白器可以考虑就飞一个 这接手便宜一下 甚至再长一下也可以 加的话白就虎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实际上白器选择 可能是觉得右上角便宜挺多的 它下得特别沉稳 就下在木石走这个 这个从低杆上讲 甚至有一点消极 但实际上黑器一飞 他就把这个再冲断 这个和我们当时前几次节目 我们讲过的 陈威廉的那盘旗上 有一个还原 这肯定是受了AI的一个影响比较大的 AI是认为白器这个判断是可以 但我至今都无法认可 这个冲断吃梁子的一个下法 但既然高手们都这么下 当时周瑞阳张强都觉得这个图还可以 周振宇对这个判断也应该还可以 所以他们都觉得这个可以下 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我只能保持我自己的观点 我至少我不太会这么下 我不肯这样 因为我觉得有人这样我觉得还行 这样我实在不太愿意 但现在下到这个时候 白器这里应该也就是个人骑风不同 而这里黑器实实在在的亏了 黑器尖冲 也是AI的下法吧 当然我觉得这骑 黑器这里一块铁厚 这里价值并不是特别大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一代走走骑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在这一代比如说扩张一个 当然贴这个肯定不成立 贴一个白器就算拆一个二 这黑器没什么得意的 往这一代走 我觉得是很想走的 把这块稳固下来 实际上走这个 白器爬 黑器跳 白器下来很实惠 走这个 沾上 先把这块去安定下来 所有黑器飞 这里因为黑器铁厚 所以这一代价值并不是特别大 白器选择这里打入 这一手骑 确实特别想下 因为这一代 如果黑器走的话 黑器有可能成为实地 而白器走的话 有可能形成一个对攻的局面 这黑器到底 白器这里铁厚 黑器这里到底是厚势还是骨气 还是要通过一个战斗来 白器很有可能通过战斗 把黑器这里潜力全破坏了 这也是白器的一个构思 白器虎 黑器这也是考验一下白器 挡下 把自己下厚 如果白器吃这个的话 那黑器肯定会考虑从这一代走过来 或正一个 白器这也是要抢先手 所以说这个碰是好奇 这下的确实 周振宇很见功力 在这些局部的战斗方面 非常见功力 这是因为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碰 因为这里黑器已经是很厚了 白器就不怕让黑器厚上加厚 而且白器这块也已经安定了 黑器即使这里再厚 也没有办法威胁这块白器 那我就要通过戒径来行骑 非常好的感觉 搬 白器反搬 也是连贯的好手 此时黑器不能反击 反击如果打吃 白器走 黑器走 白器一管 这黑器就已经无以为继了 黑器走白器长 或者胡死都可以 走这个的话 白器就打了胡死 这个明显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 黑器很无奈 想了一下以后 黑器只能沾上 这那这两下 白器交换明显得力了 所以白器再轻轻松松飞出 目前为止 应该说是白器完全掌握了一个主动权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式 黑器如果这里不算的话 这里就十木齐 这也就是二十 加这一块最多也就是三十木齐 白器这块就十五 二十五 这五木总有三十 白器有四十木 黑器这里掌木绝对早掌 不可能比白器多掌 不可能比白器多点十五 全围上被白器掉两下 可能也就十五木齐 黑器还有一个贴木的负担 所以这个时候 布局方面 黑器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下成这样的话 已经是黑器比较困难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刚开始亏了 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AI时代以后 所以布局大家还是必须要有所提高 否则的话 下到一定的水准以后 布局很有可能 别人对AI有研究 而你对AI没有研究 很容易就在不知不觉中 这棋就已经下不动了 像这盘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白器走完以后 黑器为了弥补实力量差距 如果继续大家对跑 如果大家都不动脑筋的话 继续往外走的话 白器抢先往这一跳 黑器这里的实力 已经完全没法追了 所以黑器先要补一点血 先把这个实力追上 白器先攻一下 一方面对黑器施压 另外一方面本身也有木 其实黑器如果从里 就还是应该先走两个 比如说靠了长 先把自己下后 白器这时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拼这个 拼这个给黑器一阵 这个中间还是很有价值 白器这块其实也是被搜刮 会估计会被搜刮的比较惨 实在走这个白器 这手机又是四小十大的一手 黑器点 这是黑器的权力 其实黑器包括这个思路也是一样 趁你现在还决断不了的时候 先逼你做决定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器将来吃了这个 基本上就活了 但实在点的话 那我将来就有这个挡的先手 黑器靠 白器刺 下得很灵活 这两招起 白器明显便宜了 随后白器的一个下法 又是下得很实惠 先断 这个看上去 不能理解 走这个 只吃这个 但确实很实惠 又制造你一个断点 黑器加 黑器加是不愿意 亏成这样 其实我觉得黑器打得差不多 只要加了走这个 这个大同小异 沾 白器 黑器这里下厚了 白器就悠悠然的补一个 白器这里也讲了五木齐 还避免了被搜刮可能性 最主要的是制造了这个断点 随后白器一飞 让黑器这里厚实不发挥 别让你攻着我就可以 黑器飞 质量相实 黑器的权力 白器就沾上 由于黑器还是受实地所迫 必须要继续拼控 尖顶 拼完以后再 拼得很凶啊 这个黑器 把实地先要全撅住 把这个再拉回 实地方面确实 有所挽回 但厚薄方面又出了问题 白器这部点 又是值得学习的好手 什么意思 黑器如果走这个 白器就继续可以再顶 然后白器可以先手 在这扳一下 和打持 这黑器不能冲 白再打持 先手收你牌 然后再做 这样很重容的攻击 这也是完全可以掌握 主动权的意义 实战黑器走这个 贴起反击 这是忍无可忍 如果走这个就安乐死 那我们学习一下 白器的招法 白器就也不慌不忙 先挤 适应手 再顶这个 好手 如果黑器跑的话 白器一跳分段 这个太酷了 黑器实战只能忍耐 忍耐以后 白器吃这个又是好手 先手 如果不走的话 接下来白器一靠 很舒服 黑器只能病 一靠的话 黑器就崩了 黑器只能病 那白器基本上起到了 刚才那个效果 先手把这全走后了 然后随后白器再一断 这个其实黑器 这个局面应该一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 黑器只能打 白器长 这盘器应该说 目前下到这里为止 这盘周震宇 下得非常的出色 这走了一排以后 白器就一跳 一边把黑器的实地压缩了 另外一边 就是把这块器也加加后 这个确实 而黑器只是为了这实木器 这里从这里后上加后 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此时还是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按照正常走的话 黑器这起只能补一个 只能补一个 我们先可以看一下 这里黑器 十木十三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十八 二十八 三十四 四十 四十 四十五肯定不到 白器这里 十木 十一 十三 十五 二十 二十四 三十三 三十八 这里五木其中 四十三 现在关键是 黑器如果正常 黑器车还要补一下 白器是 黑器四十五 白器四十三 这里而且全部都没点木 这块和这块 随后随保 包括白器这里 也潜力都没点 应该就是一盘 盘面顺负 黑器贴木 很难贴 最关键是 这起还该白器下 所以应该说是很悲观了 所以在黑器悲观情况下 黑器继续要拼控 搬 白器虎 黑器打吃 白器只有虎是要点 千万别这样忍一下 忍一下被吃以后 黑器这里完全薄了 虎柱是富有弹性的齐形 吃 这里不能松 中式的情况下 这里也丝毫不能松 所以白器提节 非常愉快节财 提 黑器这个节不能随便打输 而且也不好退了 这一旦退浪的话 白器肯定还是要 继续变本加厉 跟你找 越退浪 白器这个节越轻 黑器只能尽可能 打赢这个节 提 白器跳 很清楚 黑器如果粘 你可以粘 我只有一贴 你这里能不能吃掉我 还是个问题 我只要在这里 搬一个的话 这起赢的也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黑器这个节 也必须要硬 白器再提节 黑器这个实在打不过了 这没有节了 再走白器一提 如果这节一旦被白器提 就比如说黑器在 这一代早节 被白器一提 黑走 白器一长 这块黑器整块是不活的 而且很难再活 因为一旦白器厚了以后 这块就很难再做活 这个离 要靠这里连回去 太困了 而且黑器这里 实质的收获 多少也很难讲 所以黑器没办法 只能忍 忍了以后 白器先说一打吃 这个节白器也轻了很多 然后再一尝 现在特别崇荣 这个时候 其实黑器已经很困难 如果粘住 白器就唬一唬 黑器如果靠这连回 白器在这一段 这个肯定也不太行了 但无论黑器这个冲 已经是感觉 就吓得已经有点晕了 走 只能靠这样做活 被白器提解 这一代 黑器又大亏 从综合来讲 这一代亏损 应该一下子把这棋 至少是雪下 降霜了 肯定就没有办法 吃黑器一虎 黑器发现 这个被白器提完以后 这里白器还是随时 有可能分断 这一跳 已经要分断了 况且黑器全局的目数 依然是只有这三块 都不多 黑器实在一虎 这白器下的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白器的一个定型手段 这盘可以看出 周振宇在这个东方大港 杯这项赛事中 确实发挥的 非常 状态非常好 这盘其实下的非常出色 反而是黑器的陶汉文啊 我觉得这盘没有发挥出 应有的水平 实在白器一尝以后 黑器很困难 这个必须要联络 如果单关连回的话 那这木数也不便宜 这个结也打输了 黑器摇摇牙 继续拼控 先把这个沾上 所有白器开始 对黑器施压 一走 这本身也是带着木的 同时还是 隔断以后 黑器要处理 要做活 肯定要付出代价 首先黑器这一靠旗 就是帮白器再定型 一场 白器这里的木数 就已经出来了 黑器走 白器非常沉稳 就长 步步为一 其实长完以后 大家可以发现 白器这里又出现了一些浮力 比如说走这个 一扳 这里厚了以后 黑器这不顶 就不一定是先手 黑器整块 就又没有干净 总之这个时候 黑器真的是非常困难 黑器顶 拱出半个眼 所有长 这个时候 白器有面临的多种选择 首先白器真的要吃这块黑器的话 也并非不是不可能 白器首先先封断 黑器 把这个 拱出半个眼 再考验一下 白器捞点木数也好 打吃 估计当时对局的时候 黑器的时间也有些紧 所以我尖一个 考验白器 你到底杀不杀我 当然白器真的可以打吃 黑器 其实客观讲 这棋要活也并不是 白器可以先走一个再一打吃 要活也并不是特别困难 比如说黑器走这个 白器就叮 黑器其实并不好连 如果连这个的话 白器就一走 走白器再一挤 黑器也很困难 当然白器别去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被黑器一靠 这反而乐极生悲了 黑器靠是手机 如果走这个白器一靠 确实看不出一个活器的办法 当然黑器如果尖这个的话 白器可以点 本身白器要做活 黑器要做活已经很困难 当然是我们可以继续冷静一下 其实作为这是下棋 首先的一件事 还是应该判断形式 黑器这里十目 十三目 十八 二十八 三十四 三十六 三十六 三七 四十 四十六 黑器五十目起 白器十一 十四 这里走完以后 十九 二十二一 这必得起 二二二三 三十 四十 白器有四十五目 这棋白器目数不差 只要白器这里稍微占到点便宜 这棋就赢了 所以他这棋啊 白器先收这个 非常有经验的一部棋 先把你这个眼破了 我不着急先吃你这款 先把你这个一边收你目 一边收官 同时还要威胁一下这块大龙 现在大龙如果黑器要靠做活的话 活是可以活 走这个 但白器这个团 这黑器不能随便这么活 这么活是活 这个被吃了 这一马上输飞了 本来可能还是 白器 本来白器盘面 可能也就是 黑器盘面三四亩 白器要赢一点 这个被吃了以后 就白器盘面倒贴了 所以绝对不能靠这个活 黑器提 白器挤 黑器跳 这没办法 白器刺一下 再靠断 不让你轻易连上 黑器走这个 白器沾 这时候黑器发现 又有困惑了 如果这不走的话 白器局部一挤 这黑器还是不活 黑器走 白器一段 再一段 这个黑器肯定是死了 所以没办法 黑器能再换手 棋补棋 换手棋补棋 以后白器就这一团 白器不杀你 就先团 也不去 这里尽管有半个眼 你看白器如果 当时着急要杀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 但他不愿意再去冒这个风险 这样的话 黑器这样活 他觉得这样下 还不是最保险 这毕竟还是有些 看不清的地方 比如说冲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 冲白器断就可以 走挡住也行 但他已经是力求万物一失 走这个 黑器走 白器团 毕竟并不是围棋 并不是比谁赢的多 只要是赢了 最稳定的赢了 才是最上侧 走向这个 黑器虎 白器挡 这个时候黑器实在太痛苦 如果要做活的话 只能走这个 这个被吃的话 这木树依然是差的很多很多 肯定是不够了 那中观整盘棋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布局 作为黑器的一个布局 确实现在大家都喜欢拿白器 黑器的布局很难下 因为布局大家都研究比较透彻 积木板又是比较大的一个天目 况且从AI的一个角度 他认为白器起始的胜率 就应该有五十几 五十五 有的认为是五十五 有的甚至有的认为是五十七 起始的胜率就很高 但现在通过这样布局的时候 黑器这个下法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构思 像这样被白器轻松的打出一块以后 然后黑器全球没有特别多的木树 随后白器就是步步为营 走得下得很扎实 然后就不让你有大空 所以我的木树保持一个平衡 我稍微好一点 然后同时又比你厚一点 通过当然这盘棋 白器后半盘确实是周振宇的好局 白器后半盘发挥这种后卫的一个能力 确实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周振宇的一个实力 这还是一个非常具有实力的一名棋手 尤其后半盘的一个定型 他在攻击的时候吓得很谨慎 没有任何风险 就一直保持着一个局面的一个优势 但又是瞄着你的孤棋 但又不杀 同时只是为了取得攻击的一个便宜 保持一个最高的一个胜率 这样的一个棋手 确实是非常有胜率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棋手 好的 今天这期节目就向大家展示了两名 现在职业退断以后业于顶尖高手的一种 风采和魅力吧 其中白器的周振宇 当然发挥的更为出色一点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